美国的宪法规定 它在每十年的时候 就是它的那个西元的那个年 最后一个数字是零的那一年 要举行一次人口普查 这是从1790年就开始 到现在已经有两百多年了 它第一个影响就是 全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 它的资金要分配 它是按照人数来分配的 会影响下十年当中的人口的 接受到的补助 这个补助款用在学校 用在这个公共设施 譬如说这个修路 譬如说这个公园的设计 然后那个城市的规划 都是按照人口数来决定的 第二点就是因为全美国 它的这个众议员的这个代表席位 它是按照人数来分配的 所以说如果一个州的这个人数多 它的众议员的这个代表席位就多 数算人口当中如果数目减少的话 替我们说话的这些联邦的这些 众议员的这些人数就减少了 所以有两点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有关于钱 这个我们接受的资金 那第二个就是权 就是我们替我们发声的这些人数就会减少 这个最大的帮助就是 当我们这个地区的政府在做这些规划的时候 他发觉有这么多华人 那我们必须要提供的这个语言上的协助 所以政府部门它很多工作人员 会医院里面工作人员 他要聘雇会讲双语的人员 其实是辩明是帮助 对我们有帮助 公民啊非公民啊 不论是什么样子的签证的人士 都应该要参与那个人口普查 那只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是来旅游的 你来这边只是观光旅游的 你不用参与 那其他你来探亲的 你是学生 你来商务在这边 有一段时间居住在这边的 都要参与这个人口普查 因为人口普查的这个数字 就会影响到你居住的这个社区 他要知道多少人住在这边 所以他在提供这个紧急资源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这个资源分配出来 所以每个人参与这个人口普查 非常的重要 人口普查的表格 他这十年一次人口普查表格 我们说是短表 对于这个十年一次这个人数的 这个基准的这个访问的 他只有上面只有十个问题 也就是明年2020年人口普查的表 上面只有十个 就是如果加上他会问你的电话号码 就差不多十一个问题 那问题包括的是什么呢 就是多少人住在这边 说有他的名字 还有他的年龄 他生日 他的年龄 还有他的主一 是哪一个主一的 然后之后他也问了说 如果这个家里面有好几个人 他会问说 这个人跟这个第一个填表的人的关系是什么 是朋友住在这边呢 还是他的兄弟姊妹 还是他的孩子 还是他的父母亲 就是之间的关系 然后他之后还会问说 他这个房子是拥有的呢 还是租房的呢 然后下面再过来 就是他会问一个电话号码 因为如果说他有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还要说打电话来确认 你刚刚填的是不是有一个资料 不是很清楚 他可能是需要确认一下 所以他会问一个电话号码 所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问卷上的问题都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 因为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个人隐私的资料 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机构可以知道 所以人口补查员都宣誓 我们是终身保护这些资料 不是说我在工作的时候 是我就是终身我必须要宣誓 我不会泄露任何一个访问的资料 然后人口补查局这些资料呢 收到了时候 他只会公布统计的数字 比如说百分比多少人在这边 然后或者是多少数目在这边 这些个人隐私的资料完全受到美国的宪法保护 不会跟其他的政府机构 比如说有人担心警察局 或者是担心这个移民局 或者是FBI 完全不会跟他们分享资料 这一次的2020年的人口补查 是这个有史以来历史以来 第一次我们可以在网上填表 我们提供了有三个方式来帮助这个居民开容易填表 第一个就是他可以在网上填表 在网上填表呢 他有12个语言的问卷 他有同时就是包括了这个中文的这个问卷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他可以打电话来完成这个人口普查的表格 那电话中心他也有12个语文 那中文的时候他提供了广东话跟普通话的这个特别的电话线 如果你没有在网上填 你也没有打电话去完成你的表格 我们会寄一份问卷到你的这个住址来 所以就请你把它填好 然后再等一段时间 差不多在4月中的时候 如果你还是没有把这个问卷寄回来 我们在5月初人口普查员 就会到这些住址 每一个住址如果他没有填了 他就会有个人口普查员来访问了 所以2020年的人口普查员 他们会带着一个这个人口普查的这个背包 背着一个背包 上面有人口普查的标志 然后他会拿着 手上拿着一个人口普查的这个提供的这个智慧型手机 他的那个手机的这个外壳上也有人口普查的标志 你可以很清楚的去辨认 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从人口普查来的 然后他会带着一个有人口普查的这个身份的这个辨识 他上面有他的相片 然后也有他有名字 还有人口普查的标志在上头 那如果说你担心这个是不是人家仿冒这个人口普查员来你这个住址的话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不用开门 你可以在窗户外面跟他讲话 但是你必须要回应 不然的话他早上会来 下午也会来 晚上也会来 因为他必须要有这个住址的这个资讯 所以那你可以在窗户外面问说你是谁 然后他如果他这个人不会讲中文的话 你就会你就说Chinese 他会回去派一个讲华语的人口普查员过来 然后他们就是可以在门口在你的外面 来跟你做这个人口普查的访问 所以这个第一个是安全的 那第二个呢 你可以问跟他要他的名字 然后这个名字你要到了之后 你可以打电话我们到人口普查的办公室 然后可以来确认说 这是不是人口普查的工作人员 所以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防范 这个就是有这个假冒的人员来榨取我的资料 我们最近在招聘人口普查员 这个这是一个蛮好的工作 这个在不同的地区 好像洛杉矶这个地区 它的时薪有到这个21块到23元的这个时薪 是一个短时间的工作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个人口普查员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一定会找到这些人口上的感觉 这个人口普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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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